大家早上好 从10月11月跟12月 这三个月 华华总共主办了超过25厂的大型的晚宴 所谓大型的晚宴就是最少2500到15000个人 这一次的晚宴可以说是前翠是一个政治的座谈会 没有歌手上台唱歌表演 第二我们有收钱 每一座是300块 但是我们跟行动党不同 就是我们所筹到的款项跟赞助人的款项 我们全部呢是先给教育机构 就是华小或者勤寒的学生和度众 我们还是抱着那个大原则 就是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我们不会忘记当时我们创党的精神 就是通过日新人士和爱护教育的人 我们也创办了达曼学院和达曼大学 所以我们不可以跟行动党一样 筹款只是为了政治的斗争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很透明化的处理这些款项 当晚呢 我们就宣布 我们会监处多少 给有关的受贿的团体 我敢说呢 反应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还会继续的 在一夜的时候主办 加上一夜的时候是我党的党庆 是有史以来呢 在各州呢 进行 而不是在中央 主要呢 就是要给更多的人 来参与党庆 从这些大型的晚宴 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出 说反应是好 很多人说马华的晚宴 没有人来 结果这些二十五场的大型的晚宴 证明这些人是错了 出息的人是蛮多 还要出钱 甚至我敢说是 九月十月十月十一月 跟十二月是 来了 每一天都下雨 每一场都有下雨 所以大多数的晚宴 我都有机会出息 我可以说很感激 就是下了雨 人家还是出息 可以说好像是风雨同路 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我们不会跟行动党一样的 把华人的支持当作理所当然 好像呢 华裔没有选择的 华裔还是有选择的 所以我们是通过努力 表现和服务来反击行动党的种种默黑我党的手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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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